农历七月施工所在殡仪馆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现场除了有助念团之外 市长魏家贤也率领同仁前程上乡 祈求好兄弟能够保佑殡仪馆内外平安吉祥 同时市长强调 施工所会持续来改善殡仪馆内的软一体设施 也推动现代殡仗关联 并持着尊重、关怀、效率的服务精神 来提供优质的殡仗环境 那在殡仪馆的部分 我们也办了一个中原普渡的部分 那也希望藉由传统的习俗 那民间的信仰能够让这些好兄弟 都能够得到应该有的满足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殡仪馆 还有华林市区内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 那在物资的部分 那在工部门的部分 我们会找出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弱势家庭来捐给他们 那我们会鼓励殡仗业者也把相关的物资能够捐给附近有弱势的一些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分钱都能够花在实际上需要帮忙的朋友身上 那在此也要谢谢每一个好朋友的一个配合 而为了防止空气污染 在今年的中原普渡法会里 也特别使用小型环保精炉 带头推动相知值钱减半的政策 此外 施工所目前也正在向县府争取补助 新建大型环保精炉的费用 希望可以达到延续传统检举环保的理念 记者 许理晴 花莲市报导